林依琛日前趁著工作空檔 與友人相約到溫哥華自助旅行 看著女神在網絡上分享的各種出遊美照 看得出來跟姐妹套玩得很開心 熱愛挑戰自己的林依琛 也去了號稱全世界最高最長的人型吊橋公園 全攻挑戰了六個主題區 拿到了iMedic 整數超得意 她也特別分享自己買了手工掃帚 象徵把厄運帶走迎接幸運 有人開玩笑說你是想當哈利波特嗎 她就馬上擺起起哨帖的姿勢拍照留念 真的是太Q了 而結束為期十天的放鬆之旅後 身心令印度重新充飽電的她 也將回到工作崗位 讓人太期待她的新作品啦 非法娛樂整理報導